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武就认识到了军队纪律的重要性 他曾经在指导吴王和驴的妃子和宫女演练阵法的时候 亲自斩杀了两名不遵守纪律的妃子 这两名妃子可是吴王和驴的爱妃 众所周知啊 为了保证军队的威严和士气 在古代的军营中是不允许出现女人的 因此所有的军中将士 无论他关节多高 地位多尊贵 都是不可以携带女眷家属的 否则要被以军阀处置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我们都知道啊 古代行军打仗经常是旷日持久 有时候战争甚至会持续几年之久 前面我们说过 军营中不允许出现女人 所有士兵都是轻壮男性 他们在这金戈铁马的杀场上 奋勇杀敌 身体和精神高度紧张 暂时不会考虑男女之事 但是一旦到了夜深人静之时 他们难免就会有生理上的需要 但是军营中又无法发泄 这又该如何办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为集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古代士兵出征打仗 是如何解决生理问题的 第一种是允许男子带着妻子从兵 我们通过历史记载材料可知 古代征收士兵并没有说像现在一样 他们需要的是不断去扩充他们的军队实力 一场战役就要调动上百万士兵出战 是不是当时人口多 才会有这么多的士兵征战沙场呢 其实不然 当时医疗设备差 生育和供养条件差 所以人口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 古代军队里面的士兵 一般都是军队所管辖范围内 上门去征收男子 甚至于用到抓 来形容当时军队扩充士兵的行为 附近的村民听到招兵就会害怕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时期 谁不怕呢 有些家庭剩下的十来岁的男丁 也会想办法找地方躲一躲 因为征战沙场 生死存亡那可说不准的 每个家庭都想着要有个男丁 为家族传宗借贷 可是战争时刻 由不得你自己想怎样就可以怎样 所以在当时的军队里面 有十来岁的 也有五六十岁的 在古代 十来岁也已经当家做主 结婚生子了 这些男子被招去后 也就跟家里断了联系 有些甚至还是一去不复返 古代的军队里 可能没有现代的正规 毕竟是上场打仗 所以军纪还是挺严格的 这些士兵除了上战场 就是训练 就没有了其他的活动 当夜色降临 这些结婚的士兵就会悖念家人 特别是妻子 这种情况 基本上每支军队里面都会存在 这也是作为军官特别头痛的事 要解决好士兵们的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 士兵们才能士气高涨 打胜仗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 为了满足士兵们这些需求 军官们就想出了允许男子带着妻子从兵 就是说 妻子可以跟随着丈夫南征北战 丈夫到哪 妻子也就跟到哪 这种法子有好坏之分 好的一面就是在士兵征战或者训练后 在生活起居上 势必能起到照顾的作用 士兵的衣服也有人洗了 被子也有人叠了 可以得到妻子很好的照料 军官们在这方面也可以少费心思了 看似不错 但实际上却并不合适 不好的一面就是 士兵始终都要东跑西跑的 携其代儿总比不上单身一人来的方便 再加上迁移军营时 士兵不但不能很好做团队转移 还要拖三代四的 会严重影响了转移的速度 给大队造成不容忽视的严重后果 还有一方面的因素 如果说征求士兵自己的意愿 要不要带上妻子到军营来 相信许多士兵并不是那么愿意 虽然带上妻子 自己的生活起居都得到很好的照料 也可以解决自己的生理需求 但是他们也考虑到家里的情况 上有老 下有小 妻子在家里还要好好照顾着 另外呢 军营中都是男子 一个女子跟随一群汉子们 每天混在一起 怎么想也不是一件体便的事 尤其封建社会 作为丈夫的 更不愿意让自己的妻子抛头露面 因此就算朝廷允许带妻子出征 丈夫们也不会接受的 还有 古代家里一般都有田地要种 有老人要侍奉 还有嗷嗷待哺的孩子 因此丈夫参军后 妻子一般都是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根本没有机会跟随丈夫从军 第二种是 在军营中安置几名军纪 就是军官们在青楼里 聘请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子来军营里 这些女子的角色 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军纪 在古时 军队是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象征 为了让士兵们为国效力 奋勇杀敌 朝廷也是极力地善待自己的士兵 在我国唐朝时期 就已经有了让军纪跟随大军出征的先例 国家的实力越是强盛 军队的地位越是重要 进而士兵们得到的福利也就随之增加了 而军纪存在的目的很明显 就是为了稳定士兵的军心 让他们对朝廷忠心 同样的 这些女子在满足士兵们的生理需求的同时 也要照料士兵的生活起居 这种方法 可以解决了士兵们的个人问题 也避免了士兵们的后顾之忧 使得士兵们上场时更加英勇 军心也较稳定 当然呢 这些军纪并没有像青楼里面的生活一样 毕竟是跟随着大队南征北战 饥饿 寒冷 这些都是常见之事 只是到了军营里 就不是说什么时候想来就来 什么时候想走就走 毕竟军队还是有军纪的 也有这可能 某些军营里 为了避免士兵跟这些女子产生了感情 而搞得军队里你哄我抢 士兵们不能团结一致 所以军官们就会想到这个法子 就是在不同时间 不同的地方 给军营里重新换一批 这样的确可以解决了士兵们个人问题 也避免了士兵们的纠纷 不过呢 这些女子参不露宿的情况下 要应对士兵们 还要照顾好士兵们 这种悲剧的命运 我们可想而知了 第三种是在城内纵情数日 最后这种办法比对待军纪还要残暴 在军队中 将军的话是最有威信的 在平时的操练中 他要严格执行军阀 管理军中大小事务 在两军交锋前 将军会集结队伍 鼓舞士气 而遇到攻城掠地这种战争 将军鼓舞士兵 几乎都会用到一招 这方法的确是绝了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一剑双雕了 不单可以鼓舞士兵的士气 提升作战气势 还可以很好解决士兵的个人问题 得以解决他们自己的生理需求 而不至于让士兵们压抑在心 因为一般在城外坚守数月 士兵们就会一点点丧失斗志 变得散漫没有斗志 而当将军给了一个特别有诱惑力的目标后 将士们就会拼了命的厮杀 因为他们都有享受胜利的欲望 所以在进攻的时候 基本上每位带头将军都会跟士兵们大声喊话 只要我们可以拿下敌方 吃喝玩乐 大家一起来 攻下来后将军们就会靠罗大家 大家可以在城里放下所有的纪律 去放纵自己 只是对城里的百姓们就会增加无比的痛苦 虽说素不相识 也不算是敌人 但是一群像狼一样的士兵进入城内之后 就会忘记了所有 做出许多不为人道的事情 在我们现代看来 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残忍至极 不可接受的 因为城里的百姓是无辜的 如果说将军们让士兵放松自己的同时 也要管输好士兵 不能让士兵伤疾无辜 所以说这方法利用的好还不行 还要管理的好 如果管理不好 就不建议使用这种不为人道的方法了 因为民心难得 如果士兵做出这般行为 那么百姓怎么看待这支军队 怎么看待这个将领呢 这些方法来说 只有第一种比较人道 其他的现在来看 都过于残忍 不应该被采用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